他们是对特殊的兄弟 哦 你们是看不到的 对啊 黑暗的世界里 他们却不平凡 我们在咱们老是老都平凡了 能干的背后 兄弟俩有着怎样的艰辛和代价 盲人兄弟盲正前 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567 在安徽邦步的河北村呢 有这么一对特殊的兄弟 哥哥孙新月 弟弟孙新武 周围十里八乡的人 只要一提到这兄弟俩 全都是一个反应 先是叹气摇头 但紧接着又会马上竖起大拇指 这就奇怪了 究竟这对兄弟特殊在哪里 为什么会让村民 有两个不同的反应呢 这对正在地里撒化肥的中年男人 就是孙新月 孙新武兄弟俩 哼 还挺酷的 戴着墨镜干农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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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睛看不到 你们是看不到的 对 是的 看不见 感情 孙新月 孙新武兄弟俩 都是盲人 正真确确实实看不见 原来大哥孙新月今年50岁 从一出生就看不见东西 弟弟孙新武今年46岁 因为得了青光眼 家里没钱质 13岁时也失明了 家里就没有别人可以帮你们吗 也不要吧 行 自己 自己努力做 自己都能做 对 这对盲人兄弟没有一丝观感 可村民们说了 他个俩不光只会重力 他们可牛着呢 我们那不敢老是吧 都听不懂 不讲话 就走路 就可以知道他是谁 兄弟俩真要相亲的 说的这么厉害吗 我们决定考考孙新月大哥 刚才过来那个人是谁 刚才过来的 刚才过来的 按照我的想象来讲的 是我们抓你的 你们抓的人 为什么呢 我看他的走步 他的脚步比较重 他不像女童子的走步 起苗表来的 兄弟俩不光能听脚步声认人 他们走路还不用忙着 怎么开开走路呢 怎么到这就该拐弯了 到他知道 他知道是随便 他知道才有一种预感 那现在你知道 大概走到哪了吗 南口是平房 是转船子快老 那你要走多远 才应该又在等了 大概走是一公里 人家不光认路 推着三轮车走的 那跟看得见似的 对面有车祸 他们也完全没有问题 村民们说了 这种大路不算什么 即便是非常难走的 崎岖小路 兄弟俩都没有任何问题 即使突然路中间有障碍物阻挡 兄弟俩也能轻易化解 如果您觉得这还不算什么 您再看看这个 一 二 三 三 还不然就好了 没好了 来 一 二 三 好 哦 哦 哦 不错 我们俩都不是一样 哦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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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摸到的 不往直往他对吧 怎么学会这种缝合 他们真的 没有学自己 就不知不觉的 就能了 没有扎到过手吗 嗯 也有时候人都追到过 找到过的 可他们眼睛看不见 为什么要补云网呢 对啊 人家里养的鱼 就没啥养鱼养的好 什么 他们兄弟俩看不见还能养鱼 而且养的还比别人好 不养鱼汤 四十米左右 咱们下了多少鱼苗啊 四千多 你能长到一万五六千里 哇 真是不简单 可是作为盲人 他们真能管理这么大的鱼汤 鱼生病了 各样的 有的时候肉眼 不像我们肉眼都看到 但是他们都能知道 是什么病 用什么鱼 就在这时 大哥孙新月 突然告诉我们 附近有死鱼 果真 在角落里 飘着两条死鱼 哇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看不见哪 这怎么知道的呢 一部分呢 就是靠奔 它那个气味 有时候都生病了 气味不好 船长说了 除了靠闻 他们靠听也能知道 鱼是不是生病了 只要是生病了 它在水平上的大转 它水里 水里都是有滑滑的小声 江青叔啊 这声音 只有他们兄弟能听出来 可即使知道鱼生病了 还得对症下药啊 他们看不见 又怎么知道 鱼生了什么病呢 这个鱼生病 你看这里巴都火压火压 不整齐了 另一条鱼 孙兴月判断是别的病 这是脱皮 脱皮病 你怎么知道 这一换个 鱼林掉的闻个 鱼林掉的闻个 他们是对特殊的兄弟 哦 你们是看不到的 黑暗的世界里 他们却不平凡 能干的背后 兄弟俩有着怎样的艰辛和代价 盲人兄弟忙挣钱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这对盲人兄弟啊 果真能干 可是他们眼睛毕竟是看不见的 是怎么把这么多事情做好的呢 相亲们说了 兄弟俩为此付出的艰辛和代价 那可太大 原来 兄弟俩的父亲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家里就靠瘦弱的母亲 种地为生 十三岁的突然失明 让孙兴武一直一直交沉 而大哥孙兴月 因仙天看不见 也一直不敢出门 想到以前那个情景 有点想笑 就笑以前那词 就想到那个词 太懦懦了 直到兄弟俩二十多岁 吴义忠听到村里人的议论 让他们羞愧得无地自容 他见不着的干什么事不管他 没有生活门路呀 不想叫人家出山道士去教我们 我们就要去做 试试个管 第一步就是要学会独自走出家门 走路北天走路不敢走 就晚上持续没收 就看看这个路怎么走来适应 不知跌了多少个跟头 他们才终于没收了村里的路 这无疑给两兄弟增加了设计 你一定要给他考虑到 难 你什么时候你都想到艰难 可就艰难 你要想到难的 可什么时候都都难 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学习种地 学习生活技能 可是他们渐渐地发现 虽然已经可以帮妈妈 减少了不少负担 但他们家的生活 却依然困难 那没有太吃了 有八吃多 要好好地挣两钱 叫母亲的香气点福吧 无意中他们听说养鱼利润大 于是他们与一位唐兄弟一猜即合 说干就干 为了养鱼他们学会了游泳 学会了划船 还努力通过听绑波和请教同行 终于总结出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养鱼系列 那是点 这三万多 确实兴奋 这两天收入也不能收入好一好去 这个养鱼收入相当客观 后来我跟我们就讲 肯定我们要开拓大 拓大养殖面积 为了扩大养殖面积 他们不仅投入了所有的钱 他们的唐兄弟还出面向别人借了七万六千元 然而这一次他们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惨痛 后来替人的鱼塘就像灌个热水 后来把所有的钱全部借掉 全部赔掉 唐弟跟我们一起去做事 走到弱呢就是出色货呢 也借到那弱再死了 债主纷纷找什么 同行他们的村民私下来劝他们别人找 因为欠条并不是他们的 但兄弟俩却毅然承担了这些欠款 全是我那个团体打的条的 全部重新借 改条都改成申心院 兄弟俩就像欠人 人家欠救人不能扔救人 那时兄弟俩手上只有五千元 这和7.6万元的债务相比 差的简直不是一星半点 现在天阳人家要来了 那心都晃 晃晃 反正我现在讲几次换 我是决定还不上 你们国内的时间我慢慢还 天阳那个就是做酒呢 酒造能被咒 然后呢就是学这个酿酒 学这个按摩去吧 眼睛都看不见了兄弟俩人 虽然已经40岁 但还是拿着盲帐 来到陌生的城市 学习酿酒 按摩 可手上仅有的五千元 既要收货 交学费 还要买猪和设备 根本就不够 家里面断过油的 也断过粮食的 有时候断过粮食 没有粮食吃的时候 一天吃一顿饭 最大道的时候 就是那个肉备猪没有钱 在那个猪间的卧室 十七头猪 一下子饿死了五头 没办法 盲人两兄弟 只能厚着脸皮去奢粮食 把事做好 才能还点这个钱 虽说辛苦 盲人两兄弟 每年还是会主动上门 还债主们的钱 我老早就送给你 你要对我这个人 就起码有点印象 我不是像那种人 给他这个借了钱还不还债的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在兄弟俩的努力下 通过养猪酿酒按摩 他们欠下的债务 终于偿还了一半 可就在这时 不幸再次降 就在盲人兄弟俩 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 当政府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 为他们的行为所感动 决定为他们提供无息贷款 咱们还想去吧 我还是我们想去 想去拿手 想去拿手 那这样是你的命运 就要靠自己的精神去战胜 那么十一年过去了 他们的债还完了吗 这些年啊 兄弟俩都没有娶媳妇 可是家里面竟然有一个小女孩 她又是谁 和这家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天 孙心悦和孙心悟兄弟俩 打算去自家的鱼塘补点鱼 因为他们就要去还最后一笔欠款了 打算用卖鱼的钱 买菜好好庆祝庆祝 什么事都要坚持 坚持就是剩益 坚持一直行去生活 快说好笑 他不是哭哈哈的 哎对了 这鱼塘有四十亩呢 这么大 兄弟俩都看不见 是怎么分辨方向的呢 我下来 把这个印象挂到这块 你们要补鱼要听音乐啊 这个印象的定位 有了音乐定位 他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这个办法 也是他们兄弟俩自己琢磨出来的 弟弟孙心悟 把船划到了鱼塘中间 哥哥孙心悦开始下网了 他们养的主要是草鱼 鲜鱼 鲫鱼 还有武昌鱼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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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兄弟俩下完网后 我们发现 他们开始在鱼网附近 不停地敲着船 他们这么多的用力是什么呢 这这个鱼鱼往下了 要要要要 要火 红完的鱼鱼 它在水里面要跑 它就站到网了 烘完鱼 烘完鱼就该收网了 可网都沉进水里了 看不见的孙心悦 能找到放下去的网吗 你不要吃了 下来 你先吊一路 后来就不要再下水 找到了 好 我来 你给什么鱼鱼 你给什么鱼鱼鱼 哎呦 那这么高 来来来来 说 帮我拿个鱼鱼鱼 好 谁都做大的 都是半斤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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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 兄弟俩终于摆好了摊 生意也马上来了 哎对了 他们两个看不见 又如何看蹭的呢 原来啊 他们的蹭是语音的 因为市场吵 他们只能贴着耳朵去听 拿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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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鱼鱼� 这两张钱 你看哪张是五块 哪张是一块 这不仅 看仓了 搞不仅了 几乎才不让大药了 十五块 从哪知道是五块 比十块的大一点 也没有发生过 找出钱的时候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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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都不会欺骗你 不会欺骗你啊 对对 这两个鲜鱼非常利落 有些顾客根本就没发现他们是盲人 还奇怪 这兄弟俩怎么不接钱呢 因为尽量足 又不计较小钱 兄弟俩的鱼很快就卖光了 那么这一天卖了多少钱呢 你不看哪个 不错啊 这怎么可以 多少钱一间 七块钱 可能便宜点 七块钱一斤 六块钱一斤 来个六六大顺 来 今天照顾你了 好 六六大顺 四下四乎 来个六六大顺 你照顾也算 不 这葡萄 樱桃可都不便宜 这兄弟俩买起来的是一点都不犹豫 难道是今天太高兴了 你看给你买的什么 买的芯头 给你买的芯头 还给你买的葡萄 这是芯头 我记得 你看看 你看看 原来这么舍得花钱都是为了母亲 买的芯头 来 来 我看看 看这葡萄给他 看这葡萄给他 这把 这一个葡萄给他 看这一把给他 我记得 都结这么丑满 这把 我俩看这什么 这是芯头吧 吃芯头 对 我还吃葡萄 来 我葡萄七块了 我俩 吃葡萄 天不不算 天 来 给你吃来 好 我想一个 我想一个 我家两儿子是正小心的 他妈怕没有钱他都给你买来了 两兄弟的母亲已经86岁了 因为身体不好 额头上常年要贴着膏药 老二孙心悟 因为在市里的按摩店工作 一个月也就回一两次假 现在 家里里里外外 几乎都是老大孙心悦在照顾 要给冰箱 冰箱 冰箱冰箱就好强 看一下肉片 哦 还是挺薄的 刀工不错啊 生达哥 快强了 好 谢谢 好 学生 吃饭 你 请你 吃饭 好 把你吃饭 好 今天我们家的小公主 今天叫她 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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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闺女是谁啊 雪芹 是雪芹啊 是我们的女儿啊 可是孙心悦不是没结过婚吗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女儿呢 原来这个女孩是兄弟俩的养女 名叫雪芹 是老母亲1994年从路边捡回来的 因为兄弟俩都没结婚 他们就一直让雪芹管他们叫叔叔 如今雪芹已经18岁了 正在市里上职业高中 对我特别特别好 那样拿爹什么亲生女啊那样 对的 这个大陆的脸 你看 这个小雪芹的脸 你看 很漂亮 对 很好 不错 不错 你看 小胖胖的 对的 不高不感的 挺不错 很像我们家的小小 漂亮的小小公主 特殊他们在我面前表现都是非常比较那种乐观性的 我不为他们感到丢人 我反而感觉就是他们特别好 我还不希望到其他正常的家庭 心里跟对爸爸感情一模一样 吃过了饭 两兄弟去动身 去还他们的最后一笔钱了 最后一笔钱是两千元 虽然不多 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欠了11年了 拖了这么久 债主难道就没有想法吗 兄弟俩虽然看不见 但是敢于承担责任 讲信用以及自强不虚的精神 不幸感动了大家 他们的事迹也被评为2011年安徽省精神论领识家事迹 比较诚实 守信 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 还钱自己的债务 自动精神 是值得我们很多的社会经营学习 这对盲人兄弟 你这对盲人兄弟 你这对盲人兄弟 以后你就能好好做事 钱也换完了 我们的生活 我相信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比一年 这对盲人兄弟 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了自己 还挣钱还债 赡养母亲和养女 真的是太不简单了 他们的举动 由一缕温暖的阳光 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让我们相信 只要坚强 乐观 诚信 即使身体残疾 身处逆境 同样也可以创造美好的生活 今天有讲说是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面对命运的残酷考验 他选择了坚强 我必须好好地去生活 坚强的背后 他又将面对多少未知的考验 悲喜交错中 他是如何走出阴影 练就动人物资 敬请收看《轮椅舞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